午餐白白种 你想学哪一种呢 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 国际时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给您不一样的观点 不一样的选择 非碟午餐 银奶精掌厨 欢迎来到非碟午餐 我是银奶精 也欢迎这个YouTube的朋友呢 收看直播 谢谢好几位 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个朋友 于芳啊 我挺寒我骄傲 等人啊 在那边等着这个直播 谢谢啊 我因为有一段时间 这个没有开这个直播 那礼拜一的时候呢 是为了这个林绍宇啊 林绍宇在我们的非碟午餐里面呢 他的英文真的很好 然后特别是因为 过去的这段时间啊 大家在看 寄星集啊 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啊 有一些翻译上面的 因为可能对于 呃背景不是非常的了解啊 所以大陆的这个朋友 在翻译的时候呢 呃出了一些的状况啊 什么爆炸 变成是膨胀战役啊 等等之类的事情呢 所以呢 我们就透过这个直播呢 让少宇呢 跟大家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啊 这个呃他的文章的这个意思 应该到底是什么啊 因为嗯直播有个好处啦 就是呃听广播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听了就过去了啊 呃但是呢 你如果是专注的听的话 那声音上面会有印象 那直播呢 他就可以同时存留在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 就让大家可以用看的 然后也可以用听的啊 那虽然说 不管我们有没有直播 其实在这个呃 飞碟联播网上面啊 我们的广播的声音档 他也都是会传上 这个呃飞碟联播网啊 在YouTube同时呢 也非常的欢迎您呢 下载我们这个飞碟联播网的app 啊来这个收听 好我们今天首先要来谈什么事情呢 啊就说呃我们昨天很开心啊 我们有零确诊啊 零确诊的这个案例 因为是零确诊 竟然就出现了零 睽違了很多天之后呢 出现了零 所以不管是圆山饭店啊 还有这个汉莱呢 都打出了那个零啊 呃大家真的就非常的开心啊 可是台湾呢 从此就进入到高枕无忧的阶段吗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啊 呃今天呃圆山饭店 还有这个汉莱 他们是因为房间 就是因为卖卖卖不出去嘛 所以呢就是空的那个房间的灯光 可以做出那个零 所以你就知道 在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 呃各个各行各业呢 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啊 呃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在维持 这个社交距离啊 然后呢餐厅呢也都是呃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 告诉这个所有的这些的店家 你要维持这个呃 座位要有一定的空间要间隔 你如果不能够像柔性劝导 你如果不能够维持社交距离的话 你是不是要考虑停业 这个多可怕啊 很多的这些小吃店怎么活得下去 然后呢发生了 这酒店女公关呃被确诊的这个案例之后呢 呃全台湾有登记的啊 这些酒店呢都通通都这个停业 不知道停到什么时候 你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失业人口 然后呢我们的艺文活动啊 我们的艺文活动呢停摆啊 因为你你怎么你你 我们艺文活动就停摆了 啊你怎么样这是因为这对于这些呃表演团体来说 你干脆就是停摆了 然后干脆就停了 你给我补助 真的是快一点了 否则的话呢 是不是很瞎嘛 就是说什么呃要要能够保持呃那个座位上面的空档 我今天弄这个艺文活动我光是卖票满座 我都不可能赚到钱了 都很难了都很希望就是说呃有有这个很多的这些团体来赞助的 不管是什么基金会或者什么样团体来赞助我的演出了 更何况你希望他维持一个不满座 这是不是很很不合很不这个合不食肉米啊 所以这些都停了 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哈 跟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 你可能不是那么的官有关联性这么强的 他们现在都处在一个呃有这餐没下一餐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呃我们嗯我们就是好就是非常的好整以暇的 因为台湾呢真的是我觉得房就还不错了哈 最重要的关键呢 其实真的就是靠我们每个人大家都戴口罩啊 维持着一个在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开始这个这个新冠疫情还没开始之前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在戴口罩 然后呢武汉呢呃的状况呢一爆一爆了这个之后啊一爆开来之后当苏贞昌一说呢禁止口罩出口的时候大家都吓死了 然后马上呢就戴这个口罩了啊 那所以呃我们真的是靠这个民众呢非常的努力啊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这个呃乖巧啊 而为了保障我们自己的安全好所以呢戴了这个口罩 然后我们今天呢有很好的这个成绩 当然是值得值得高兴的 但问题是这是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功劳吗 这是我们政府的这功劳吗 不是啊啊呃到了今天啊到今天 才在这个好整以下的说呃从从今天开始啊要来考虑啊 从呃欧美回来的这些人呢什么回溯啦 我们要集中这个检疫你早先干什么去了 就早先呢就已经是讲了不知道多少次啊 就说这些人回来他没有办法啊这些人没有办法 他他不管是居家检疫啊居家他在居家检疫 我们我们国家每一个人生活的这个状况 每个人家庭所容纳的这个可以容纳的这个空间 是可以想象的嘛哈有多少人家里面可以住的就是说有两套哈 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三套了有两套的卫浴设备可以完全的这个隔开来 你可以在家里面相处的时候就维持呃这个适当的这个社交距离 然后能够滴水不漏的我每次不管是送饭也好呃这个送水也好 然后呢出来的时候呢通通都一定是能够这样消毒 有谁做得到有几个人做得到好呃 在这种状况之下之前的时候就说要在这个机场呃普筛不做好 回来的时候呢要集中检疫呢不做好 然后呢现在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先前的时候根本没有规划啊 那现在讲起来呢就是韩国瑜就是对的嘛 他当时讲这个绍康营区在高雄的这个绍康营区 要把它建置起来啊 你如果当时这些的营区空的这些的营区都建置起来的话 有备无患吗啊 有备无患那这样子很多很多人从那个海外的那一波回来的 他们就可以有集中检疫集中检疫的地方就不用跟家人混在一起啊 那都不做啊那现在就放着这些到处去这个到处去这个流窜 然后呢接下来呢呃看起来很不错了啊 就说我们现在慢慢来这样来做啊 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做那可是还是不能够解除所有民众的这个疑虑 就说台湾到底有没有社区感染的破口 好我们很幸运的在经历过了之前的啊 清明节连续假期之后呢到了这个十一个这个景点的地方 有那么多人都去了啊到目前呢 现在没有这个确诊的这个案例传传出来 那就这就是能够表示台湾没有社区破口 呃安全的度过了这一关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取消这些限制呢 就说呃餐厅也不需要如此的呃 接受恐惧呃五星级的餐厅 他们现在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这个营业 不需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我们一般的餐厅也都可以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中央政府我们的呃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敢这样宣布吗 不敢啊不敢因为他们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 或者是依照有很多专家的讲法做抽样性的这个生物的统计 把这个快筛透过不管是快筛也好啦 什么样的技巧也好我们现在也没也没快筛试剂好 然后这个研发出来了那个研发出来了 到现在都还没批准哈我们没有快筛试剂 我们就会考虑到如果说你现在用PCR的方式去检测的话 你那个检测的前端哈 前端不管是你用什么方法啦哈 你还是用这个检测的这个方法 然后隔着这个隔着这个板哈 然后让这个呃检验的人员呢 不用现在每一次我们要到医院去检验的时候 他们要一次用到三套防护医 好就算我们是用这个还是用PCR的检测的这个方式 我们后院后面的实验室容量够吗 我们现在如果说全面要拉高 假设我们要拉高啊 要拉高这个普筛要拉高普筛的这个比例 我们现在不是说每天做三千件 假设我们现在要做个一万件的话 后面的实验室容量容纳能容纳吗 就是都不行啊 就是都不行啊 所以说呢还是现在每个人都要都要戴着口罩 然后这些餐厅呢都还是要保持呃适当的好 这样的空间要间隔 这个搞搞得百业百业费耶 这是百业不是代举耶 是百业现在就在停业了啊 然后IMF呢说呃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是负四 所以我们零确诊的那一天 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我们的苦日子 才刚刚要开始啊 那川普呢就急着 希望能够呃在五月的时候呢就复工啊 然后那个呢呃就是现在知名度非常高 全球知名度都非常高的 Dr. Fauci他就说这这太乐观了啊 太乐观了 他的理由是怎么样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理由他的理由是说 你们必须啊就是个工工位的官员呢 要快速的去检测的病去检测病毒 那个量一定要够大 他就是要达到一个达到一个生物统计的一个规模啊 快速的去检测这个呃病毒啊 然后呢把有状况的人啊呃隔离新案例 而且追踪新的感染者之后 你的社交距离限制才能够解除 好就说我今天透过我今天透过这个快速的去检测的病毒 然后你有确诊的人那我当然要有地方我要有地方把你隔离啊 把你隔离啊那现在呢他们这个美国他有他现在医院你今天如果说不去放到医院的话 好那你今天现在有很不去放到医院你是不是就要采取跟日本的这个做法啊 他各州各州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做法了啊或者说你要像采取像日本的这个做法 嗯你确诊假设你确诊但是你是属于轻症的好你去争你去争一些呃不管是呃旅馆也好啊商业的这个旅馆也好好来来做一些隔离上面的这种支持性的这个治疗 然后你等到你重症的时候再转到再转到这个医院医院去那你现在呢你如果说你现在呢是属于呃没有被筛检出来的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新冠这个病毒呢他是非常的凶险的嘛 所以他在无症状的时候呢他也可能你是感染了啊那你要有你就要有地方就要有地方让他们可以去呃比如说居家要观察14天好 如果说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啊全国可以这个呃14天14天之后呢哦那他各自各自有归所我讲的不是混在一起哦不是像现在不是像现在台湾这种大家混在一起在家里面竞速啊14天不是这样子哦哦呃即便是像在这个新加坡他现在要大家呢在家里面呢呃就通通都不能够出来啊通通都不能够出来然后呃上班呢也要再延长他也不是这么的严格的啊你还是可以 去采买还是可以去骑脚踏车那他们现在新加坡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发现他们的外籍的移工啊劳工他的确诊病例这个增加了那这就是牵涉到比如说他们从事的这个行业那你如果说你是在家里面是帮佣的或者是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的话那你移工你被确诊出来之后他被他变成是危险群嘛你筛出来了之后 他们就要有地方去安置这些人啊跟你原来的工作环境切割开来啊这样才能够这个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够会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而你的医疗才不会才不会面临崩溃嘛好那我们现在就都都盈盈啊讲的好像很很轻松啊啊嗯对于很多的企业的补助或是个人的补助也都不是很够啊 不过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呃现在就是在呃民调最高的这个时候大家觉得哇真的好棒棒啊这个陈时中的好棒棒那谭德赛呢好混蛋啊很糟糕啊连这个川普呢都已经就是要这个停啊停了暂停对WHO的呃这个资助啊说实在美国其实会费已经停缴了好多年了啦好但是呢无论如何啊在全球染疫的人数啊 已经超过200万然后呢死亡的人数我看一下啊这个死亡的人数呢超过各十百千万十二十万超过了十二万五千人的当下啊当川普呢就说哦我们要暂停了然后对于WHO的这个资助的时候全球是在面对这种状况啊很很糟糕很很离谱的这个川普他为了他的这个政治的目的啊 要寻找一个戴罪羔羊把所有的责任呢推到WHO上然后呢去漠视啊呃这个媒体就是他就不管啦我管你这个媒体讲讲我什么的呃我当时我多早得到了这个讯息我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的一个座位而且他们国会议员也是很可恶啊呃国会议员呢当这个美国的这个卫生单位呢告诉他们这个疫情的严重性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做的是什么就是卖股票啊 就是这些人很糟糕的啊然后呢呃有这么多的专家美国有这么多专家你们是听了他们的话了吗然后现在呢呃可是对于川普来说每天的这个记者会每天这个实境秀啊跟记者这边斗嘴啊半嘴我们看的是很过瘾了啊我们看的是很过瘾然后呢你会觉得就说很奇怪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记者呢依然就是发挥了除了那些很右派的很保守的啊 呃当这个川普的这个拉拉队之外啊美国的媒体他还是维持着一个很犀利的一个风格啊不断的去质疑川普啊那川普呢也不断的打断他们的这个话那为什么看了这个电视看了电视的呃观众朋友呃对于就是川普的这个支持者来讲对他的支持度还是越来越高呢就因为很简单啊因为呢他在从川普在竞选期间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美国的就把美国这个国家他就不是united states了啊他不是一个团结的一个美国他就是一个分裂的美国所以当这些这些都是对他带有敌意的媒体在川普的塑造之上所以他们说的都是谎话只有我才是对的我早就我早就是说我们这么早就已经呃暂停啊就已经停止了呃不让这个中国大陆的人进来不让他们的这个飞机呃不让他们不是人了不让他们的飞机进来了 那时候这个WHO都还没有宣布pandemic啊所以我早就做了啊什么做这个是当然是WHO的错什么错什么错他把记者的谈话呃记者的质疑打断他只讲他要讲的那对他支持来讲是啊川普说的是对的啊的确WHO那时候没有而且在这种疫情当下的时候谁管你事实啊就谁不管你大家不管事实的他只是看到了他们的一个这个总统然后在他的在他自己的 固有的这些铁锈区这些州来的这些州来说的话现在疫情呢都还在一个可控的阶段好那他们本来失业率就已经很高啦然后那些大的这些的农业州他们他们很空旷他们的地方很空旷好吗不需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的哈可是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危机呢是真正是在就是说如果说死亡人数呢一直不停的贪生然后呢你 你恢复了这个复工之后呢又再去造成了下一波的疫情的高发点的话以这个人命为代价的这个美国总统还能够得到美国人的支持那我就真的是服了美国人了